就是有点感冒 这个小赖猫 怎么好了呀 那么大了 还不会照顾自己 但是 不上学好像不行 这个时候不能拉课呀 要不这样吧 妈妈一会儿去熬一锅 红糖浆水 给你带上 就一小口一小口地喝 等出身汗就没事了 你妈妈的经验 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的 实在不行 那上学的时候再 带课港上药吧 好不好 怎么回事 好 妈妈 好难受啊 是吧 我觉得吧 就是这 高三你说她学的知识点 都是老的 你也知道我学习能力 我学东西很快的 我都能把她给赶回来 所以 再说了 你说是我的身体重要 还是学习重要啊 妈妈什么时候 不是都是把你的健康 放在第一位的 可是 妈妈最近也很忙呀 马上期中考试了 各种的考前测试卷子 今天又要出新卷子的 我也不能留在家里面 你说你躺在家里面 没人照顾 我不是更担心吗 你还是去上学 好不好 万一真的有特别不舒服的话 你们李老师肯定会告诉我的 那时候我马上冲到学校去 带你去上医院 好不好 好好好 我去上学还不行吗 发什么呆呢 完了 我犯了个错误 怎么了 杨阳喜欢吃黑椒牛肉馅的 我喜欢吃虾黄馅的 我本来想了咱们三个 煮一锅就行了 现在完了 分不清哪个是黑椒牛肉 哪个是这个虾黄馅的怎么办 没事 吃就行啊 吃着哪个算哪个呢 真是看不出来了 杨阳 吃饭了 杨阳 你爸刚才煮饺子的时候呢 不小心把两种饺子 给煮一块了 你待会儿吃到那个虾黄的 不喜欢就给你爸啊 对对对 给我 这个是虾黄的吧 来来来 给我 不用 虾黄也挺好吃的 这个是牛肉的 来 爸 你这都咬过了 再给我 臭小子 太嫌弃我 过两天就立冬了 我也给你们包饺子啊 我也包两种馅儿的 你妈会包好几种馅儿的呢 这个牛肉的吧 二十牛肉 多吃点 赶快吃啊 吃了那赶快去上学 别吃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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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我没吃过啊 这个是你 这儿忘了 放一盘 老师 那个老师问你个事啊 等会儿老师 您不是不交我们班了吗 咱们就没什么问题了是吧 我不交你们班 我就不能问你事了啊 行 问吧 你是不是跟乔阳子 关系挺好的 其实吧 也一般般 怎么还一般般啊 支支吾吾的 关系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是 事挺好的 老师问你啊 嗯 他最近啊 总是矿第一节课 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矿课 嗯 鹰子 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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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生病了 重感冒 你看啊 像这种学霸 他晚上熬夜不睡觉 肯定是写作业学习呢 恶性新华 估计给熬出病了 什么叫应该是生病了 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我知道 确实是生病了 真病了 我说你别不信我 你可以怀疑我的智商 不过不能怀疑我的人品 我骗过你们老师 你少骗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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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来人 老师 老师问你个事啊 这鹰子最近怎么回事啊 怎么总是矿第一节课呢 你知不知道啊 嗯 不 啊 他 他生病了 病了 嗯 真病了 嗯 严不严重啊 你看见他了 嗯 他 他应该是头 头疼 头疼 嗯 嗯 然后还流 流鼻涕 大喷嚏 感冒了 这一定是重感冒 嗯 行 我遮 你干什么呢 你在这吓我一跳 这都做鬼了 可能流鼻涕了 我也快感冒了 你赶紧去擦的别人 行行行 走 来来来来 好 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我给你注意一下 别打了 李老师 嗯 李老师 我是乔英子的爸爸 英子今天有点感冒了 可能会晚去一会儿 跟您请个假 生病了这是 英子 哎 嫁给你请好了啊 谢谢爸 英子 嗯 嗯 爸问你个事啊 爸不是怕穿帮啊 李老师知道这事了 这个 爸也不怕 爸就是想问你 一个什么事呢 就你看咱总这么旷课 你这学习跟得上吗 爸 您又不是不了解我 这旷课我都会 咋说了 这 有这时间 我还不如自己 先往下看呢 那行 那行 有你这话爸就放心了 嗯 我 你自己把握吧 好悲 你儿子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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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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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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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干什么呢 没事 没事 我看一眼股票 来来来 你喝点水 你喝点 我不喝了 不用了 我就想跟您说我得赶紧走了 我还得趁第二届体育课混那去呢 妈就混吧 去吧 你等会儿 你不会弄假成真 你真感冒了吧 没有 估计是我妈正念的我 你等着 吃个盘药再讲 不用 老爸 我真没生病 再说了 我这吃了当饭困怎么上课呀 那我把药啊 给你贴在杯子上 你把水杯也带上 要觉得不舒服了就把药吃了 好吧 谢谢老爸 那我走了 我送送你 没事 您真不用送我 我送你 送你 爸 您真不用送了 我这没想明白 为什么体育课你就好混进去呢 体育课人多呀 大家都跟他活动呢 谁会注意到我 小孟阿姨 英子 你这是要走吗 对 我得赶紧去上课了 你先别走 我买了好多吃的 我弄给你吃 不用 我不用 你们吃吧 我得赶紧走了 不不不 妈姨 我先走了 你们吃吧 快快快快 那 那你拿点水果吧 没事 没事 你们吃吧 来 水果给我吧 慢点啊 好嘞 手好痛 五今儿怎么过来了 今天我有个学员请假 所以我就休息了 英子怎么待这么一会儿就走了 他不会是躲着我吧 躲什么你 孩子上学都迟到了 上午还是我给打电话 还是告诉老师吗 你去一会儿呢 再说了你也不是鬼 躲你干嘛 我不是鬼 我比鬼还可怕呢 某些人躲我躲的呀 连家都不敢回了 什么某些人呀 谁是某些人呀 天天在这破小区里待着 这怎么能是破小区呢 这是我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 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就是在这房子开始的 这儿是我的餐厅 也是当年的我的办公室 这儿是客厅 也是当年我的会议室 这间房子 就是英子三岁的时候 我在这个房子里发下的毒誓 我一定要发家致富 知道我为什么离婚什么都不要 就要了这个房子吗 为什么要 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的发祥地 这个房子是我梦想成真的地方 所以这个房子对我非常的神圣和重要 你要收回刚才对这个房子的侮辱 并且向我道歉 你怎么那么可爱呢 你还生气了 我跟你开玩笑呢 你还急了 行 我收回我道歉 天零零地零零 天零零地零零 一定要继续保佑我们家老乔发达 还要保佑我们以后的日子衣食无忧 更要保佑我们以后的宝宝可以平安富足 什么宝宝啊 你说呢 我觉得你也别太焦虑 你到底才是高二嘛 对 反正我先先上课去 回头咱们再聊 我还有好多问题啊 好 冰子 冰子 妈 真是您啊 我刚过来怎么没人出来啊 我从学校跑回来了 我回来拿感冒药 刚刚没拿 不舒服呀 就是有点浑身发冷 发冷啊 没发烧吧 没有没有没有 没事真没事 要不带你去医院啊 不用不用不用 您说得对 这高三上课挺重要的 我是趁体育课回来拿的 我拿完我就赶紧走了 看让你吃药 真不用啊 您不是要上课吗 别迟到了 您赶紧走吧 对 那 你怎么还背着包出来的呀 啊 我背着点暖和吧 我又不好意思 管从来戒外套 你一会儿加紧衣服啊 嗯 快去吧 快去抱回啊 拜拜 你别耽误太久啊 您放心 你别耽误下 capitalize 别耽误好 你别耽误了 我ériem 你站在向来 好 太好了 刚才铁顿进来说你要问我啥来着 我就关心你呗 因为你最近身体老不好 今天生病 要不然让你妈带你去医院看看 因为我是装的 故意的 不是 为什么呀 哎呀 就压力大呗 我每天在学校堆着书本 回家我妈还让我做卷子呢 烦死了 一点自己时间都没有 我现在一看见书本我就眼晕了 还是你家好啊 好 我还想让我刚刚刚有脸呢 而且你不好我就 平时把在学校看着请受欢迎的 其实特别人 每次去那边都得唠叨我 那我也想跟你说 我告诉你 你小心点吧 别被李铁锅发泄了 不然吃不了豆子 哎 不提这事了 一提都心烦 看他们打球吧 哎呀 放一盘这球 看 真美啊 这上体育课呢还学得那么认真 看我该打个乱起了 等大家去干嘛呀 哎 体育课还学什么习呀 英子 英子 来拿呀 英子 给你手机 你怎么办呢 给我 还我 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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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行了啊 小英子 把手机先还我 哎 不不就是手机嘛 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啊 哎 我就是说 这李铁锅不是都说了吗 你光文化课成绩好 你这是不行的 你体育成绩不达标的话 你连毕业证都拿不到 考什么大学呀 是不是 矮英子也不是那意思 就是你别老盯手一看 不用眼睛画了 老也结合嘛 大家都为了 就是 就是看球的 给你表哥加油了 你表哥带 表哥加油 好 加油 警察 警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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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盯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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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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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救不救人啊 别让他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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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吧 没事吧 你不眼睛 没事吧 我手机 怎么样 我眼睛 他哪儿 他眼镜好 起来 起来 别踩着我手机了 起来 起来 你们给我起来 别踩了 别踩了 别踩着他 让一下 把我手机伤害了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你被摔到吧 小哥 怎么了 我没摔到 手机坏了 手机盖不 静儿 你看你被李京球 不走手吧 你把手机都坏了 放一放你 讲点理好不好 刚才是你先犯规的 不管犯不犯规 你就是把人撞到了 你看这手机坏了 你还把他摔到了 呦 来 来 你头没事吧 我没事 表哥 他手机坏了 不是吧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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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就一酷完琢磨 陪你心的不就是了 假呀 你知道这次我妈留给我的 他去世了 这里边都是他的照片和语音 表哥 你把他坏了 我想骂他 我想骂他 我给你修好吧 好 你先别哭 先别哭 冷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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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儿 这事咱没完 你上课啊 都散了吧 散了散了 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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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雷儿 你开门啊 雷儿 那 那个 雷儿 我睡觉了 表哥 那个 你先别哭了好不好 有什么事跟我说 好 冷静点 冷静点 老哥 妈 我没事 你走吧 没 没事 我就在这陪你 你想一个人待着是吧 我就想一个人静静 好 好 我 我不说话 雷儿 雷儿 你别哭了 别哭了 手机能修好了 雷儿 雷儿 手机能修好了 雷儿 别担心啊 不是 你有什么你跟我说 没事的 雷儿 雷儿上课了 你 你想妈 嗯 上课吧 好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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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上课了 雷儿 不是 季洋 你干嘛 你没了是吧 我没找你 雷儿 我就是想跟你来道个歉 刚才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那个手机 对你有这么大意义 你什么态度啊 啊 你插的都是抬着下面 你什么态度 你是认错的态度吗 咱不管手机照片什么 你就说怎么办 我们还要上课呢 这样吧 数据我帮你恢复 然后再配你一个新的 看我干嘛 你看他 你问他呀 你看这样行吗 那手机你给我吧 我砸的 我来修 不用了 我说真的 这两个同学 我也说真的 是真的不用了 两个上课 走走走走 我跟你说你这样 这事儿没完 来 来来 喝点水 笑笑气 你也享受气啊 你也别看了 先吃吧 这都是我给你挑的 什么势头啊 鸡腿 都你爱吃的 快吃吧 吃 表哥 你说这真的修不好吗 你也不确定是不是 咱们再看看 放学 放学以后咱们再看看 好好好 雷尔 我会帮你去问 也会帮你去看看 外面会有没有会修的 不过现在呢 你就别想了 好吧 你也别生气 你生气也没有用 先吃饭 喝水 那能怎么办呀 怎么办才有用啊 雷尔你放心啊 这事儿不会就这么完了 我到时候去找姬阳报仇 不但让姬阳阳给你完毕规照 而且给你换个新手机 好不好 放手说你这三句不离 出气而报仇的 你要搞什么事情啊你 我什么时候说报仇了 你刚刚说的 你要帮雷尔出气啊 我方一凡从来都不动武力 用智慧取胜哪 智慧什么智慧 你哪有智慧 我怎么就没有智慧了 你敲了你那小脑瓜 里边都是空的 你别说我了 你也没好到哪儿去 你有什么智慧 那个 你帮他检验人家 雷尔 不好意思 你没事 干嘛啊 看什么看啊 没饭请你吃啊 这种人还有 还有理的食堂吃饭 你干啥啊你 我找他去 坐下 坐下 你还想自己惹事多多是不是 倒是李铁官又来骂你一顿 又把你妈给找来 你愿意吗 不用了 谢谢 拿着吧 来 来 不是季阳什么人 陶子眼睛瞎了吗 他还护着她 你女神不是一向如此吗 你还没习惯啊 陶子已经不是她女神了 嗯 换人了 谁啊 他说是芬 芬 芬 芬是谁啊 芬一盘 啊 不是你们学霸脑子都一根筋什么 啊 都是木头啊 芬考试学习那个芬 嗯 嗯 今天给你点色考考 你干啥呢 你别告诉我 你要闹什么事吧 我跟你说 这要不是你出了斗牛这一茬 稳人的手机能摔坏吗 你别闹了行吗 是 是 表哥 杰阳都说了 答应修手机 没准能修好呢 而且他已经陪你道歉了 道歉 他给你道歉 给你陪手机 给你修手机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而且我们俩还有事没完呢 跟你没关系 行了 没人 别管他了 我饭都凉了 你先吃点吧 啊 看一下 谢谢 你不吃了 我不吃了 我咋看你 哎 来啊 那个什么 我想把一视频里边某一个地方放大就夸张一点炸一点怎么办 那你先建一个时间钟 那翘档 嗯 然后再建几个真动画 哦 然后呢 最后在那里边加你想加的东西就行了 哦 我干啥啊 这都已经过去撒热了 你怎么还留着这视频呢 哎呀 给我 就他这一个黑溜 没准哪天都能用 你看这不就用了 来放一放 你们几个又干嘛呢 不是你干嘛呀 神出鬼目 怎么哪都有你啊 你去吃你的饭呢 怎么处理这事 说呗 那我怎么办 那数据能恢复吗 这有办法 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是吧 走 你 这这 艾雷尔你看这好笑吗 这好笑 这不几两样了吗 这不看 表哥你刚才问我就是做这个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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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一凡 你说你你这样发这表情包 影响不太好吧 这一穿诗诗诗转摆的 到时候老师看见怎么办 我做动作吗 我干嘛不做 我有病了 嗯 哎 哎 你干净啊 傻乎乎的 哎你当时拍这个真的是凝致 我这吓傻了行不行 我打托一下 这她能够一起跑 我还得出啊 还得出啊 不会臭了 走了 哎哎别生气坐下坐下坐下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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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坐下别生气了 哎这方一凡确实也太过分了 哎 哎你不是都向她道过歉了吗 她怎么还不依不让的呀 别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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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样玩就那样了 我跟他生不那么气啊 小屁孩一个 随便他吧 该修修 该陪陪 快点 表哥 你说这季洋洋道歉也道过了 也大力要销手机了 我们还要一直跟着他们吗 我要送桃子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 嗯 什么意思啊 桃子他 桃薇凡可真够行的 刚整完你就跟没事人一样 又跟上来了 可真够难缠的 他想当保镖 不让他当呗 就是他表弟挺可怜的 他爱上他这么个表哥 你说他俩在那说什么呢 我听不到 你猜猜 我要能猜到我就神了 也是 不是 桃子看上季洋什么了 季洋比我优秀吗 嗯 等会儿等会儿 你不是天才吗 你帮我分析分析 他俩在没在一起啊 他们俩 嗯 我 我 我 表哥 表哥 您来了 两位保镖 在这儿等我呢 我可不是你保镖 要是也是他是 什么我是 我怎么可能是他保镖 你说谁呢 不是保镖怎么天天跟着我 哎呀呀呀呀呀 您就别自作多情了 谁跟着您啊 我跟着我女神呢 我怕某某人啊 对桃子图谋不轨 哎 我保护一下 怎么了 碍着女神了 谁心里有鬼啊 谁自己知道 雷儿 明天上午呢 作文讲座 我不去了 你把手机给我 我给你去修 你给我一个不穿你的机会 行吗 那就这么定了 妈 早 起来了 嗯 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还冷不冷啊 不冷 没事了 是吧 嗯 快去快去 洗漱去 今天妈妈给你准备好东西了 放下 先空腹把这吃了 这什么玩意儿啊 海参 妈妈知道你最近辛苦 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 特意让人从外地带回来 给你补补的 我给你讲 这可是好东西 人家说了这个冬天 每天空腹吃一个 一年都不会感冒 来来来 这谁大早上吃这个啊 我不吃 吃这个怎么了 这医药价值可高了 尤其是生吃 我跟你讲 英子 咱现在可高三了 再也不能生病了 妈妈都想好了 这年什么都不干 就围着你转 你给我挣点气不能生病啊 来 吃了它 我这不是没病吗 我这好好的呀 你昨天不是还不舒服来着啊 那是昨天 我现在好了 那 那预防不是更重要 我跟你讲 海参呀 不仅营养价值高 而且还提高记忆力呢 你想想 你吃一个海参 多记二十个英语单词 是不是很值得呀 我到时候再吐在教室里 今天周末 去学校干什么呀 妈妈专门给你准备了两套物理卷子呢 你现在在做那些基础的没用了 知道吗 得给你来点进阶的 做啥卷子 今天学校早上有那个高分做而讲做 我必须得去 老师要求的 嗯 那先去吧 回来再做卷子 那我先走了 回来 还没吃呢 麻烦呢 给我吃了呀 这我真的吃不下去 这太饿心了 你看 还生的 生的营养才好呢 要不然你自己吃 妈妈这不是也陪你吗 你陪我我也吃不下去啊 我跟你说英子 这个时候你可别掉链子 咱们都得备战到底 听见没有 快吃 你不吃 我知道了 你等着啊 站住 坐回去 快点 妈妈呀 给你做个示范 我看见 辣辣辣 太辣了 不多 站点吃不下去啊 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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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推下去 我要哭 按下去 按下去切没有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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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回来还没吃饭呢 我吃了 会脱啊 不吃脱啊 不吃 帮我一下 稍等马上就好啊 来来来 把这带上 快看 这怎么跟鼻涕似的 粘膜垃圾的 乱说 这是燕窝 我大早上起来 跟你炖了好几个小时 什么脾气了 一会儿听讲座的时候 一边听一边喝了啊 我跟你讲 可好了这个 那我走了 好 拜拜 把拉点拉上 外面把拉点拉上 好 保护伞子 不生气 对了 今天早上啊 方亦凡啊 嗯 忘我了 说爸爸怎么能喝这么多酒啊 出什么事了 哎 你说要不然咱们俩 就别瞒着孩子了 就跟他们说实话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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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跟他们说 千万别说 你说我都这岁数了 四十五了 男子汉大丈夫 你说我跟孩子说我没工作了 怎么说我现在也算是俩儿子的爹 这这不是让我突然在他们心目中 人设都崩塌了吗 那不成千万别说啊 哎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你们公司不厚的 是你们公司做错了事 跟你没关系好不好 是跟我没毛关关系 但是你千万别跟他们说 说的时候真的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孩子 千万别说 那你打算瞒他们瞒多久啊 嗯 那瞒一天是一天呗 去瞒一天是一天 你想的呗 你告诉我怎么瞒 怎么怎么瞒 假装上班了 老方子对不对 每天出去溜达去 有什么不能瞒的 这么冷的天 你告诉你上哪儿溜达去 马路上溜达去啊 我又不傻 我上马路上溜达什么呀 外表的是地儿能溜达 我上快餐店买一杯饮料 我能坐一天呐 实在不行 我就上宜家去 宜家里面不是暖和 而且还有床可以躺着 在上面睡觉 旁边还有人跟你陪躺 多好啊 我们能不要这么没有素质吗 嗯 高三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本次作文讲座的主讲人 我叫麦高芬 对待高考作文 一定要夯实阅读积累 抓住两个思维 一个是审变性思维 意思是你的思考 一定要逻辑清晰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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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闺女 走走走 我说 闺女 你这是不是最近来得太频繁了 你妈没发现吗 没有 我不说您不说 谁都发现了 放心 这什么姿势 这么大的姑娘了 你注意点 爸 你这有茶吗 大早上呢喝什么茶啊 大早上呢我妈就逼我吃海参 我现在都快吐了 这么早就吃这么硬的啊 嗯 你妈怎么给你做的 是葱烧啊 还是小米炖呢 都不是 黑其蛮无的 生吞 啊 生吞 生的怎么吃啊 得蘸点料啊 你们别提了 这不蘸还好 让我蘸贱嘛 这辣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行吧 爸给你倒点茶 谢谢爸 你先喝点茶 你妈是好心啊 这生吃海参啊 补脑子 对身体好 她还给我带了燕窝呢 我给你看 这跟鼻涕似的 我怎么吃啊 我真的是 我要疯了 你 你得给我吃 先放这儿吧 回头你去学校吃 燕窝也是好东西 来 先喝点茶 谢谢爸 慢点喝 慢点喝 热着呢 爸 您跟我们老师请假了吗 没呢 婴子 爸问你啊 这讲座你不去行吗 行啊 这些饭我都背过了 再说了 这大周末的我可不想去上学 周末能是给你们开讲座 那学校请的一定是名师 你要不这样 爸爸送你去行不行 爸 你怎么变得跟我妈似的呀 这儿到底是不是我避难所 你到底是不是跟我一头的呀 我是跟你一头的 我现在感觉咱俩共同犯错误呢 那您就帮我请这一回假嘛 不然李老师该怀疑了 硬子我跟你说啊 你马上就期中考试了 期中考试以后 你绝对不能再旷课再请假了 知道吗 我就第一节课不上 耽误不了事 你一节课也不行 爸爸这儿是你的避风港 但不是你旷课的避风港 你可以来爸爸这儿随时来 但是必须下课了来 知道吗 好好好 我听您的 这以后我都不请假了 爸 你就给我请假吧 不然李老师又该怀疑了 行行行行我给你请 都冷 都冷 那您别说漏嘴了啊 我还说漏嘴 你爸老邮寄队员了 另一个叫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也叫艺术思维 是指你要运用集中概括的方法 对感知的事物形象进行加工改造 来解释生活 喂 您好 李老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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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乔英子的爸爸 乔英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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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 今天讲座的事啊 恐怕得跟您请个假 对啊 我还想说呢 这怎么回事 英子怎么又没来呢 英子有点不舒服 不舒服 那能来还是得来 听一听啊 你们家这离这么近 这最近怎么总是您给请假呢 英子没在家呀 今儿不是周末吗 英子的妈妈呀 去给学生补习去了 我带英子出来看个病 这样看完病了之后 我就把英子送回学校 行好 那这样吧 回头我过去看看英子啊 不用不用 李老师 让您费心了 这样 回头讲座的内容啊 我让英子跟同学补习一下 您放心吧 行 那就先这样啊 叫先生 好嘞 好嘞 谢谢您 李老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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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女 大功告成啊 谢谢老爸 今儿周末 你就可见玩吧 好 你这千金英号不 还没搭好呢吗 今儿搭吧 爸您跟我一块呗 两个人还快点 行 来 你把那图纸给搭 好 你这搭到第几步了 看看 到这儿 一百三十九了 到一百三十九了 一百四 一个长的这个灰的 两个这样的小的 一个这样的 你好 您这儿能恢复这个数据吗 这个修复不了 你向那边看 谢谢 老板 您这儿能修复数据吗 我这儿修不了 这儿能恢复一下这数据吗 彻底没戏了 我也修不了啊 不是 您不能再试试吗 我跟你说啊 这种情况 我见多了 主板坏了 硬盘没坏 那也不行啊 得找专业人士修了 我是修不了了 不是 他们不都说 您是这儿的大神吗 嘿嘿 大神 神也不是万能的呀 啊 松下老师您在家吗 现在方便吗 我能不能过去做个家访 李老师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听到 您是不是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其实有什么事我可以去学校的 行 我在家呢啊 等您 这个呢 也不是 爸我来找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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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难了 爸爸实在找不着 你找吧你找吧 爸 我昨天呢 在网上看到乐高友 哈利波特的霍格沃子学院 我在想 您能不能 买一个 买 谢谢老板 嗯 那能不能把这搭完啊 这不小意思嘛 我都已经搭这么多了 今儿就能完事 那行 搭完了买啊 谢谢老板 嗯 谁啊 看看去 来了来了 爸 你怎么来了 什么我怎么来了 每次都问我怎么来了 今天是真无目 我过来陪你过二人世界呀 鹰子在哪儿 小孟阿姨 鹰子在哪儿 那爸我先走了 别别别 今儿是周末 中午在这儿吃饭啊 我给你小孟阿姨做 小孟咱做什么呀 我这儿买了好多菜 鹰子你过来看 你喜欢吃什么 你来看看 我都想看小孟阿姨 你就来吧 看 那我帮你们一起做吧 好啊 行 咱们过三人世界啊 今儿中午 爸也露一小手 你会吗你 你会吗 你会吗 会吗 还挺好找的 第一次来 是啊第一次来 这是我给鹰子带的 水果 你怎么给他带水果 应该我看您去才对 应该的应该的 这不是生病了吗 对不对 他算什么生病啊 就有点小孟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行行行 我们再挖发了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好好好 来请坐请坐 好嘞好嘞好嘞 那您好一塌不好意思 您别忙 别忙 您倒水 鹰子没回来啊 回来 从哪儿回来啊 医院啊 对啊 他爸今儿早上 给我打了电话 说带鹰子去医院 看病去了 是吗 对啊 而且这鹰子最近 老是第一节课不来上呀 也都是他爸请的假啊 对啊 都是他爸请的假 对啊 您不知道这事 哦 我了解了 宋老师 您是不是最近太忙了呀 是 有点忙 那再忙 也不能输入这孩子的身体啊 是不是 这马上期中考试了 尤其是这紧要关头 对不对 这样 你看啊 我今天的来啊 主要呢 就是给鹰子送这个 做人讲座的讲义 你看 我都给他带来了 然后啊回头 我把录音再发给他 让他好好听 今天讲座 他根本没去是吧 对啊 没来啊 他爸爸给我打电话 说带鹰子去医院了 我还以为他回来了呢 宋老师啊 咱们都是当老师的 这高考呢 就好比是打仗 春风中学呢 就是战场 鹰子呢 就是这战场里的排头兵 我们这些老师 可是对他寄予厚望的 谢谢老师们的关心 他要真有什么问题 肯定也是我当妈的疏忽了 抱歉啊 宋老师啊 你说现在啊 考一个大学呢 确实不是什么难事了 难的呢 就是考上一个称心的大学 一个好的大学 然后再找一个 适合他自己的专业 对对对 不容易啊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让鹰子掉链子 是是是 都是我不好 真是麻烦您 让您跑一趟 应该的 应该的 这鹰子啊 功课上绝对没问题啊 也是一个窝门孩子 对吧 这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呢 不管是学习上的也好啊 生活上的也好 都可以找我及时沟通 已经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没事没事 谢谢李哥老师 没事没事 那我送了 好嘞 好嘞 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再见再见 再见 好 来 帮老人朋友 来 帮老人朋友 来 啊 帮老人朋友 租出去了 像一颗海草 海草 海草 随风飘扬 好嗨哦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草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草 那个 除了酱油喝点什么 我一块去买了得了 你给鹰子买瓶饮料吧 饮料啊 我要可乐 可乐 行 你小心点 这鹰子多了 这什么呀 这是燕窝 你这么小就开始喝燕窝了 我也不想喝的 不过也好 美容养颜抗 演化 大补的 喝吧 要不小孟阿姨你喝吧 我是真的喝不下去 我喝怎么回事 我给你留着 你喝了吧 不不养颜的吗 挺好的 你喝了吧 鹰子不喝回头也浪费呢 勺子 谢谢 不用谢 宋恬 鹰子呢 这 什么鹰子啊 你干吗呀 你这私善名宅啊 你这私善名宅啊 妈 老乔 嗯 家里来客人也不介绍一下 鹰子的妈妈 小孟 我女朋友 我去哪儿 未婚妻 老乔 像这样 今天呢 没有 我的妻子 这个天儿 你的女朋友 我去哪儿 嗯 那个 宋老师 我们在做饭 您吃午饭了吗 坐下来一起吃吧 那您对我也知道 那您怎么可能 好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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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错了 我们回家吧 妈妈不让你玩的 你就都搬到这儿来玩是吧 不是 妈 你听我解释 宋倩 你别怪孩子 不是 我让他来的 这家里的东西都是我不知 秘密基地是吧 还是个航天的秘密基地 妈 宋倩 怎么了 怎么了 好 你们好好做饭 慢慢吃啊 妈 妈 妈 等一下 等一下 妈 刘伯 你现在干嘛去啊 我追孩子去啊 要不然出大事了 不是 你这时候去 老乔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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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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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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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你听好了 别再给英子打电话 不要再打搅我们的生活 妈 妈 你是不是生气了 你不是说你听讲座去了吗 你去你爸的多久了 你不上第一节早课多久了 两天 两天 三天 三天 我爸总共也没搬过来多少天 我就是不舒服的时候才去的 你不舒服了 那你跟妈妈说你哪儿不舒服了 哪儿不舒服呀 不说是吧 走 去医院 妈 你去医院哪 我来 走啊 妈 我没有 我真知道错了 我没有不舒服了 你没有不舒服 你骗我 你爸给你弄了一个秘密基地 可好玩了是吧 不上学可好玩了吧 是不是 你这么骗你妈可好玩了是吧 我知道错了 妈 你错了 你错哪儿了 我不该骗你 我不该不去上学 你是不是对妈妈有意见呀 你有一件说呀 他让我失望了 妈妈是不是哪儿 让你坐得不舒服了觉得 是妈妈让你不舒服了对吧 你对妈妈再有意见 也不是你逃课 让你说谎的理由 你知道吗 我到处跟人说 我们家英子是好孩子 是妈妈的骄傲 你怎么做出这种事啊 你们李老师 听说你生病了 还专门到家里来家访了 你对不起你们老师吗 你不说你对不起妈妈 你对不起你自己吗 我错了 我就是压力大 你压力大 妈妈压力不大呀 你从小到大 就妈妈一个人带你长大的呀 我我白天要上课 晚上还要备课 我起早来累的 给你买菜做饭 照顾你的起居 我容易呀 我压力不大呀 你问问你爸 他做过什么 你心里没说吗 他就是头其所好 你喜欢什么他就搞什么 他这是拖你后腿的 刚好说靠这些吗 妈 我真的知道错了 妈 我知道错了 我错了 我问你 那女的 认识她多久了 小萌阿姨 妈 我跟小萌阿姨 真的不熟的 一口一个小萌阿姨 叫得可真亲切呀 我看见了 你们仨人 在厨房里做饭是吧 跟一家三口似的 亲戚热热的 我就奇怪了 我在厨房做饭的时候 你怎么不想着搭把手啊 你搭过手吗 你伸我一下手吗 我让你搭过手吗 我是老妈子是吧 你把我当傻子是吧 一起合什么火 我还不是像那样的 那是哪样的 如果不是今天我撞见了 你还打算把我到什么时候啊 天还没亮 我就爬起来跟你睁眼窝呀 我自己都没舍得喝一口 你倒好都给那个女的去喝 不是我要给她 是她自己要喝的 我有什么办法呀 她给你要你就给啊 那这里有一天她们结婚了 她让你叫妈你也叫妈 不是她就是我爸女朋友 我从后也没见过她几面 我就觉得爸爸喜欢就行 我也就没排斥 你是不排斥 我看你跟你爸一样喜欢她 哪天她们结婚了 你还打算献上你真挚的祝福是吧 是挺好的 又可以当后妈 又可以当闺蜜 还一举两得了呢 妈 你别说她们了成妈 这事跟小孟阿姨和我爸 都没什么关系 是我的错 你打我骂我都成 你别说她们了行吗 我说她们两句怎么不行啊 她们带你去逃课 我还不能说她们了 那个小孟阿姨怎么就这么好啊 怎么就那么着你喜欢啊 你说呀她怎么就那么好啊 没有 什么没有啊我看就是 别逼我了 我逼你什么了 她是不是压压都比你妈好多了 你妈什么都不对对吧 对 我就是觉得她逼你好 她哪种逼你好 我就是喜欢小孟阿姨 知道她不会逼我干 我自己不喜欢干的事 我 求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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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狡兔有三窟 乔雨冬 你知道吗 你搬回来就算了 你怎么还干这个呀 我干什么了 我就是想让鹰子 把我家当成一个游乐场 当成一个避难所 这有错吗 你这话就有毛病 什么叫避难所啊 你这什么意思 你这不就暗指宋老师是那个难吗 你这话能对吗这话 不管怎么说 他管鹰子管得太严厉了 那鹰子已经受不了了 天天跟我抱怨 你说我能不管孩子吗 你跟鹰子好 你对他好 这都没问题是吧 这个爹和闺女肯定都是亲是吧 但是你你伙同鹰子 欺骗学校 这是不是你错了吗 这是我的错 我跟孩子说了 我说这最后一次 没想到倒霉了 你这不给赶上了 你还倒霉 你老在河边走 你这能不识邪吗你这 是啊 你看我们家方学儿多有经验啊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是幸灾乐祸呢 我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今天宋倩在我们家看见小孟了 梅思梦也来了 在呢 不是 梅思梦在就在那无所谓啊 你怎么着 像你这样一只脸含蟆 还能入了人宋天鹅的法眼啊 宋老师不会吃梅思梦的醋的 她不是吃我醋 她是吃鹰子醋 这跟鹰子有什么关系啊 今天宋倩给鹰子包的燕窝 让鹰子喝 鹰子没喝就拿我那儿去了 她给小孟喝了 小孟正喝着呢 还宋倩来了 把这一切全看见了 你说敢瞧不敢瞧 你 我眼纳闷的 这喝个燕窝怎么了 至于吗 你 乔老师 还怎么了 瞧 李东 小孟 我觉得你脑子是有问题还是怎么着 对 我脑子有什么问题 小孟是谁啊 小孟是你女朋友 她凭什么和宋倩给鹰子炖的燕窝呀 对啊 孩子不懂事 孩子不爱喝 她也不懂事 她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 你也不拦着啊 你也不懂事 这这么点的小事有什么拦的呢 为什么拦呀 就你这情商 我要宋倩我给你离八次婚 还有方元 你说说你们俩是不是狼狈为奸 狐朋狗友 你永远没有在乔卫东人生道路上 给他正确的指引 说吧 这事瞒我多久了 我除了知道他搬回来了 我讲剩下的事我一概不知 我对天发誓我真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吗 知道 我冤枉我真 我 我真不知道 跟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 方元 你再演 你演得高兴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方元 你能瞒我这事 说明别的事你都能瞒着我 我以前还觉得那句话特别不公平 我觉得就是对男性的歧视 现在我觉得那句话 简直是千真万确的正确 简直就是真理 你们男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那自私自利自以为是 自欺欺人自不良力 干那点破事 都得我们女的替你们擦屁股 丢不丢人哪 不跟你们说了 不跟你们说了 要能跟你们说清楚我得脑一解 干嘛去啊 替你们擦屁股去 我给从前打电话 我这帮着你问这你怎么 你怎么还出卖我 我怎么了 我知道什么了 我知道哪个了我知道了 知道小孟不在我那儿 我刚才说的是这事吗 说的是 说的是我知道 我知不知道 小孟吃那燕窝的事 我知道这事吗 那不知道 那你怎么说我知道呢 她问的不是 她问的是这事吗 行了 多难受了我现在一个人 你替我扛着点 你大佑 凭什么替你背啊 当时回头我还得背她呢 我背她我能背得住吗 头疼 喂 那你别生气了啊 她这次 特别诚恳地道歉了 知道后悔了 知道错了 还有两个人说 你这好干了什么事 她居然 让她现在的女朋友 跑来跟英子一块儿玩 你知道她女朋友是谁啊 就是咱那瑜伽教练 那就是说我们认识的 那个小孟 就是她那个小孟啊 你现在有空吗 陪我喝酒去吧 我现在就想把自己灌醉 你不能喝酒 喝什么酒啊 喝酒有什么用啊 醒来以后一切照旧 这样吧 我带你去做个SPA 好不好 咱俩放松放松 我陪你说说话 也行 把定位发给我吧 我找你去 好 你等着啊 刚才老师讲的东西听到我 就是说作文 要向我们考好 给你注意几个点啊 没记住 讲二十分钟我就睡着了 感觉这老师声线特别催你啊 嗯 其实我也说到了 不过我听了 我可以边试边听 你听见啥了 那能告诉你吗 这样我传授你一个我的秘诀 多用牌品句 你知道吗 你用得越多 你得识越多 比如说什么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明白了 一份成羡 这糖好吃啊 一腔热血 一鹊高歌 这是日本那个道吧 我也有 行了吧你方亦凡 吹牛眉你不擅长的 我说那些你记住没有 记住了 那你重复一下 表哥 喂 喂 走吧 你一个人用呢 哦 英子监又没来学校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没来 这真不像 你等 走吧 等我等我 小哥 完了 出事了 啊 怎么了 你看你看 英子给我发求求信号了 怎么办呀 我先去找他吧 我也去吧 你就别去了 行行行 那就一起吧 走走走走 走吧 快快快